請問一下第一次來的 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那其他四位都來過 請問妳試聽哪一場 很多場 距離就好多了 從那時候決定開始就是 對對對 那妳呢 我們今天有聽了一個 雲棒跟黑群 同學呢 那是武術前一次的保護老術 對對對 那是八月份 八月份我們因為精神武術 引誘發了靈感 所以我們要辦了四床有關老 那是數目的嚴謹 我一直都是有工作的來給我 您好 學習精神您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講的是 當然我們今天會辦 原月份這個主題 主要是因為我們看到 柯文哲市長提到北宜直鐵 那這個北宜直鐵 其實在2006年已經環評環保署 就是環評委員已經把它否決掉了 那我們也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會又把北宜直鐵拿出來講 那所以我們會思考說 其實台灣的交通已經 坦白講已經是過度了 台灣的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其實高山占塔大概七成 那我們的國道 省道 鄉道 縣道 我們的大大小小的忙碌 面積太多了 可是還是一直在無限的開路 那鐵路也一樣 所以比方說 如果從台北到宜蘭東部 花蓮台東 特別是台北到宜蘭跟花蓮之間的 所謂的台北到東部的這條交通 其實我們有北公路 有現在的國道5號 還有北回鐵路 那其實這裡面交通部 其實在2006年的時候 我們有計算過 已經花很多很多的預算 所以我們一直覺得交通 在統合整合管理上 其實交通部很失職 那他一直只想丟錢去做硬體建設 沒有把它統合 然後我們政府的思維 也一直在用一日生活圈 有一次我同事就說 為什麼不要用另外一種就是說 一日慢活圈 而是要一日生活圈 我說對 為什麼政府不要 promote 一日慢活圈 就是慢活樂活 其實整個環境都改變了 那如果今天說台灣的開發 還很低度 開發沒有那麼的高度的話 我想大家都不會去承認的 台灣其實已經是過度開發了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 他那個黃一珀先生 他本身是 其實他開一個所謂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顧問公司 每次聽到顧問公司 大家都好敏感 都覺得是往開發派的方向走 那其實他是比較特殊的 他可能在生態觀察裡面 他對環境產生了一個使命感跟責任 所以他被譽為我們NGO的朋友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請他來演講 那我們聽聽台灣的交通 那就是生態觀光應該是走怎麼樣的方向比較對 那我們先來鼓掌 歡迎黃一珀 謝謝 沒問題 我這樣比較舒服一點 好 司惠還有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好 好 現在那時候在選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就想說我要怎麼樣去說這件事情 那後來我覺得我們的思維是有時候 就剛才講部分公司有點硬方方的 所以這個是請思維調了一個 我覺得比較柔性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題目 其實簡單就像剛才講到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做很多的事情 我們有時候覺得說常常就是我認為做這件事情 會有一個我想要得到的結果 這是一個很簡單尤其是一個重大的投資 但是我們現在事後去檢視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有很多的政策 現在看起來我稱之為假裝解決問題 做一件事情並沒有解決問題而是假裝解決問題 好意思就是我有動這樣子 但是它的結果是反規到 變成是真的是我們想要的 那所以我們後來花更多時間去追根究極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們其實我們可以好好來談一下 就變成就是說其實像現在來講 很多的環保跟開發有很大的一個衝突 在目前這樣的環境的情況之下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就是說 當一個開發它目的是要經濟 但是結果並沒有達到經濟的效益的時候 那其實它就不是為了經濟目的而去做的事情 那我們就開始去 也要花一些時間去 越深入了解越覺得有趣 所以拿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其中今天要講的是交通跟觀光之間的關係 要談這個事情我覺得我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稍微插開來一點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人對一些事情的那個 名詞的精準度 可能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像 所以我大概會花一點時間 就希望能夠收斂一下大家的想像 因為有幾個名詞我想可能要交代一下 要不然後面大家會覺得好像有點奇怪 第一個來講的話 我們來鼓 我們都知道我們要永續發展 做任何事情 一個國家一個家庭都要永續發展 當然永續發展很有意思 這是聯合國的定義 基本上考試都要考的 都是學生來講 但是這個定義本身就充滿了不永續的概念 這是聯合國的定義 這是聯合國的定義 但是聯合國的定義裡面 就充滿了不永續的概念 而且就出現在地行 滿足當代的需要 什麼叫做滿足 對不對 人類是不滿足的一個物種 是不是 所以之前水災之後 我們有時候也會去協助一些原住民 去重建他們的社區 有時候會告訴他們 其實你要善用好山好水來營生 而不是破壞好山好水等等 有時候我們去協助他們 有一次我就印象很深刻 到南部去 我就問說 台灣的原住民族 不然是九族四族或更多族 我就說 請問一下你們 原住民族裡面 哪一族人最多 他說 我們就兩族人最多 最多的叫做不滿足 第二多叫做存款不足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要開始知道 這個其實 大家從這邊開始講 意思就是說 大家不要太相信 即使有那麼大的權威裡面 所做出來的一些定義等等之類 我就有環心的議題 因為隨著時代的引進 其實我們要去檢討 過去所說的那些事情 是不是真實的或者對的事情 即使像聯合國 1987年就已經下來定義 你也可以發現 其實它已經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思考 跟我們的需求 那我從這邊也要帶到就是說 我們過去我們做很多的交通建設 其實有它的那個 時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意義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但是我們已經走到了現代 我們還用過去 三四十年的這種模式去思考交通 思考我們產業 其實就是我們脫節了 所以要跟得上時代 我要強調的是 連定義都會逐漸的去改變 那再下來 那在永續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也講說 要注意三個圈 我們以前很簡單就是說 你要注意環境生態 你要注意到經濟發展 你要注意到永續社會 你要注意到社會公平 這件事情三個圈 大家有影響 它都會給你化成 反正就是有點交會這個情形 但是現在大家慢慢去思考 這三個圈其實它不是三個圈去做交會 而是它是有層次性的 舉例來講 不是舉例啦 最簡單最基層其實就是生態環境 因為如果你沒有好的環境 基本上你沒有辦法去支撐一個經濟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沙漠 你要怎麼樣 除非它冒出石油來 要不然的話 其實它基本上 就是說你的環境 如果說是很惡劣的情況之下 你是沒有辦法去支撐你所謂的經濟的 對不對 那等到大家經濟 就是說我至少我的肚子固飽了以後 我們就開始會去談我們的公平正義 對不對 有連肚子都沒有吃飽 那你就要談公平正義 那是很難的事情 所以慢慢後來發現 它其實它是有層次性的 那我要從這邊也提到這邊 那 這是一個 我一直很想說的就是 那環境保護跟經濟發展堅固 到底是不是口號 我每次我到了很多地方去 去跟大家分享 我一定會問這件事情 那我也想問一下 認為是口號請舉手 所以大家都認為 堅固是真實的 堅固都可以發生的嗎 這大家那麼有信心 但是 我不知道各位的信心從哪裡來的 但是我想 我很有意思的是說 當我們在講環境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名詞就會出現 生態 那 經濟 它們兩個感覺上 好像是一個很衝突的事情 或者是 它們要堅固好像很難 堅固 但是 我們後來去看這兩個字 你會發現 這兩個字 好像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生態學economy 經濟學economy 難道它們是一個巧合嗎 還是 它們本來就是一件事情 很有意思 對不對 所以 當你要講說 我跟你是衝突的時候 結果發現 我們竟然有一個 連我的名詞上面來講 都出現很像的一個字 那我現在想請問一下 好 我就跟大家講 確實來自同樣的根源 Eco來自同樣的根源 好 那經濟跟生態 它們共同的東西是什麼 照理說 它是一個很密切的相似的地方 才會有出現 對不對 要不然它不會出現在字上面的定義 所以它們一定有一個很核心的價值 是它們共同都必須要去珍惜 或者是共同都要去遵守的這個核心價值 對不對 有沒有誰可以知道或者是猜一猜 共同的東西 生態與經濟 土地 土地 植物 植物 家庭 家庭 OK 這是標準的答案 Eco取之於希臘字 古希臘字 它其實就是Poss 就是家的意思 那怎麼說呢 其實這兩門科學都是叫做新科學 就是說它沒有像什麼數學 物理 幾百年 可能 這樣的歷史 它們都是算新的東西 也就是說在早期裡面 根本就沒有什麼叫做 以後來去或以後來明明這些東西 這是後來才有的東西 在早期只有一門科學叫做Eco的科學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兩門科學的定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學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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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那麼多對不對 但是它簡單來講就是 有限的資源做有效率的分配 好 我們過去花了很多的時間在爭取有限的資源 但是我們都忘了還有一半叫做有效率的分配 所以現在我們看GDP還是在上升 但是為什麼大家越來越苦 因為分配有問題 是不是 所以呢 現在開始大家就開始慢慢去強調 所謂分配上面的價值 好 這是一件事情 那 生態學 這個我就把它跳過去了 其實大家只要看前面的這個字 其實我常常講生態學是唯一不用學的科學 因為 我們只要每個人活著 我們每天都是生態學大師 決定來講 我們看一下第一 什麼叫做生態學 研究生物與生物 還有生物與環境間的相互關係的一門學位 既然它是一種叫做生態學 那我很簡單 我不用去談那個兔子啊 青蛙對不對 我先談我的人的生態就很清楚了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什麼叫做人的生態 對不對 你不能說我了解青蛙的生態 我了解烏龜的生態 但我忘記了人的生態 那就有點本末倒置 對不對 什麼叫做人的生態 對不對 很遺憾的 生態學 它不像大家想像中的那麼的美麗 比如說野外的這些動植物等等之類的 除了自然生態 運用生態的事業 通常不見得都是好事 舉例 政治生態 你想的是美好的東西嗎 社會生態 想的是好的東西嗎 不是對不對 但是它都跟我們息息相關 所以真正在生態學上面的應用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先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就是 它是研究人與人還有人與環境 我們現在把人套進去 對不對 人與環境社會間的交互作用的一門學問 所以在我們人類我們不講人的生態 我們用另外一個名詞來說 叫做人際關係 簡單來講 這跟家有什麼關係 經濟學告訴你 怎麼樣爭取資源做有效的分配 對不對 爭取資源 那什麼叫做資源 所以生態資源等於經濟資源 資源就是對你有用 對你家裡的幸福福祉有用的東西叫做資源 對不對 我家裡有用 對這位也要稍微講一下 謀求福祉 謀求幸福的最小單位不是個人 而是家庭大家同意嗎 我們犧牲我們自己的運動的時間 犧牲我這個享受的時間去多賺一點錢 為了家裡面付出 這件事情在我們人類社會是一種當然的事情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人類社會裡面 謀求福祉的最小功能不是個人 而是家庭 所以呢 才有所謂ECO這樣的學問 怎麼樣讓我的家裡家庭更加的幸福 這件事情 收取資源分配到我的家人上面來講話 這件事情對我的幸福感有絕對的關係 所以就是剛才講的經濟學的部分 那後來發現有錢就可以買到這些資源 對不對 有錢可以買到時間、空間、物資、能量 等一下再講多東西 時間、時間是甚麼 時間買得到嗎 買得到 對不對 沒有錢做台鐵 有錢做高鐵 就買到 是不是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所以經濟學後來就發展說 好 大家努力去賺錢吧 因為你賺到錢 你家裡就幸福快樂 怪怪的 對不對 聽起來好像 咦 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講說 很多很直線的思考其實是很恐怖的 我們常常說 有A就有B 有B就有C 其實未必是這個樣子 那常常有甚麼地方 我拼命加班 就疏忽了親子關係 夫妻關係 然後呢 我為了搶一個計畫 跟同事大打出手 對不對 然後彼此之間心情不好 請問一下會不會影響到我家庭的生活 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福祉 會對不對 對 所以回到剛才講到我們講說 熱活慢活 在講這些事情 我們在講說 怎麼樣讓我們得到更多的資源 或更多的幸福的時候 其實請各位不要只看到一面 就是說 我要爭取 由他我就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但問題是這個錢是分配公平的錢嗎 還是只是到少數人的手上 他是不是有做很好的分配 那另外一個來講話 在這個過程裡面來講話 是不是有很多的傷害出現 那這傷害出現 會不會影響到很多人的幸福快樂 也會 是不是 所以回到這邊來講 其實我覺得 其實要談到就是說 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希望 不是那種 就是說 是用那種 感覺上面去談這件事情 我希望是 就是說 我們這生活體驗 也都可以理解的方式 去談這件事情 可能會比較 讓大家能夠認知 認知這樣一個事情 所以我的認知是這個樣子 你要有幸福 是生態加上經濟 所以它不是堅固 沒有說 我今天為了賺錢 賺到最後來講話 犧牲了親子關係 那你就可以看到 在那個 該官論定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就是整個家人 都是 真的 我常常講 很多父王都知道 他的小孩 為了爭他的家產 爭到面紅耳赤 爭到這種 基本上像仇人一樣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做何感想 是不是 所以 我覺得那個不見得 就是 一個家庭的幸福和樂 所以我一直認為 好的關係 經營好的關係 再加上 資源做有效的分配 這才是一個幸福的權源 所以這兩件事情 我們就要合在一起談 而不是我今天 我談他犧牲他 或談他犧牲他 不對 這就回到今天要講的主題 有兩個事情我覺得很有意思 所以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第一個 簡單來就是 解決問題還是講從解決問題 我覺得我們的一個 政策或者政府來講的話 我覺得都會有這樣的迷失 第一個當然就是今天比較重 會講比較多一點的重頭戲 是觀光客備增計畫 那我們來看一下觀光客備增計畫 觀光客備增計畫 很有意思 台灣這個因為是官網上面抄下來的 簡單來講就是 我的目標是六年內觀光客 備增到兩百萬人次 來台旅遊突破五百萬人次 然後滿意度大幅 展現台灣觀光產業的優勢 好吧 但是問題我就很好奇的想問一件事情 為什麼講觀光客 觀光客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的目的是什麼 要讓我的家人 讓我的社會 更加的幸福快樂 觀光客來 我會更加的幸福快樂嗎 不會是 觀光客帶來的錢 會讓我幸福快樂 不是觀光客 是不是 所以重點是在哪裡 重點是那個錢 重點是那個資源 對不對 那你要拿到這些資源 其實才是我們要 所以我常常講說 其實這個我覺得很快 我還不如聽到 六年內來的話 然後我們觀光的收入要增加多少錢 我覺得這才是比較實際的東西 而不是衝人次 而衝到人次來講話 還是什麼 來我還要發錢給你 奇怪 我這邊玩我發錢給你 然後是拿我的錢來做補貼 是不是 那我去那邊玩好了 是不是 所以這部分來講 就會變成說 這件事情就影響我 用這個方式去檢視 你這個政策 到底是對還是錯 你的原本的目的是什麼 原本目的是要發展觀光產業 不是發展觀光客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當然就講到 那台灣發展生態旅遊 是我們應該要發展的方向嗎 好 那因為我想各位都有一些 對環境本來就是比較有點關心 所以呢 我就 就把那一張很快的把它跳過去 那但是 我們都知道 台灣生物都要性很高 但各位知道有多高嗎 有沒有人可以說出個 大概的樣貌 還是說其實 比平均值高一點 其實沒有高的 非常非常高 對不對 還有生物都要性很高 它很重要嗎 我剛才有回到 剛才講到 就是 它會影響到我家庭生活 那才重要 對不對 它要不然就是影響到我的生態 要不然就是影響到我的經濟 對不對 要不然它對我是沒有用的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反規 我要保護生物都要性 因為其實 我跟妳是共融共存 對不對 但是我共融共存 是我只是感覺上面共融共存 還是真實就有這樣子的事情 好 等一下會談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先來看一下 台灣的生物多少件 我就講爬蟲類 就是蛇、青蛙、烏龜 對不對 我自己 以前我是在台中山科學部外工作 那時候是做蛇類 還有水域這方面的一個調查 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就是從英國的一個學者 到台灣來 然後他說要做蛇類的研究 那就有同事就問 就是 什麼瘋狂牛吹到台灣 對全世界那麼大 你都跑到我台灣來做蛇類的研究 那他的回應就很好玩 他就問說 台灣有幾種蛇類 那我就說 就這幾十種 對不對 他就問他說 然後他就回說 那你們知道我們英國幾種蛇 他講英國蛇是英倫三島 就是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 那還好蘇格蘭還沒有獨立 要把它更少 那總之來講的話 英倫三島有幾種蛇 好 那時候 我們不知道 對不對 他就跟我們可以打 我問這好像是六種還是幾種 所以我們就說 喔 貴國蛇挺少的 對不對 好 那 他就在笑他說 那你知道我們全歐洲幾種蛇 不知道 對不對 我們說你英國蛇很少嗎 那他問我們全歐洲幾種蛇 我們不知道 他說 就是你剛才嘴巴裡面隨便說 那幾十種 所以他等於說 在台灣釀人繞兩圈 等於在歐洲繞兩圈 那我不到你這邊來做研究 我到哪裡去做研究 那我說 喔 好 所以在台灣能夠活得下去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對不對 捨那麼多 OK 好 那 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這講海水魚好了 那海水魚 我們說海水魚 台灣有兩千多種 大家看到了 對不對 我們有紀錄的海水魚 好 如果各位想要去浮潛 要到哪裡去 哪裡 有人要去 哪裡 有人要去 不是我不是說台灣 全世界 好 有人說大寶礁 對不對 柏柳 柏柳 還有其他好的答案 好 我們以大寶礁來講好了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 很熱門的 浮潛的聖地 對不對 去看海洋世界 請問一下 大寶礁的海水魚有多少種 你覺得應該要多少種 我先告訴你台灣 兩千多種 應該要多少種 它才會變成世界聖地 三千 是嗎 應該要多少種 它才會變成 對不對 我跟你講台灣兩千多種 它應該要多少種以上 很遺憾的 它沒有多少種以上 它只要一千八百種 所以我們之前 我們曾經要發展生態旅遊的時候 我有聽過一個學者跟我講說 其實那時候有邀請 不知道是紐西蘭還是澳洲的 觀光旅遊局的局長到台灣來 那時候又跟他請教說 請問一下台灣有沒有發展生態旅遊的潛力 就是他帶他去走一走 看完了以後 他在這個座談會裡面 他回了一句話說 我實在是不想跟你們講 那講了以後 就沒人到我們那邊去 他講 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 從熱帶玩到寒帶不要六個小時 開車 全世界 是不是 全世界有四個海底溫泉 然後有三個都幫他們賺大把的飲食 只有一個地方用來當八場 對不對 可以三道 是不是 所以 其實在講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來講說 好 那台灣的生物動態真的是很高 所以呢 我們就有很多很豐富的資源 那因為晚上的時間 當然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都是我們自己台灣的一些物種 比較少見的 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穿山甲 這是燕痕 對不對 這是陳腐樹蛙 這是台北樹蛙 這就是椰子蟹 各位要多看幾眼 因為可能有一些 可能每隔幾年就跟雲豹一樣了 對不對 屬鳳蝶 這是只有綠島有的 這個大頭竹節蟲 對不對 大體皮膚 對不對 還有一些 有人比較怕的蛇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老鷹 對不對 大關鳩 林雕 OK 鳳頭蒼蝵 好 所以感覺上 既然你要賺錢 你要有特色 那台灣的生物動態性那麼高 你不從這地方下手 那其實基本上來講 那就有點可惜了 是不是 好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 賺這種生態資源豐富所帶來的資產 因為這是我們的特色 好 但是很遺憾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 觀光客備分計畫 有一般都是在定義上面都會提到 但是後面就不見了 好 這是我們政策常常出現的一個很大問題 什麼高山島嶼啊 什麼什麼等等之類的 有這個什麼朋友 一樣嘛 這只要是官網的東西大家只要看過就好了 是不是 但是最可怕的是 他後面來講話 他後面來講話 除了深化各地區的特色 浮與交織成網的套裝旅遊線 這才是真正行動的核心 當然這可能也有點關係 是因為我們的旅遊局是在 官方旅遊局是在交通部下面 我一直很難理解為什麼他們會有關係 但是總之來講 就剛才講到一日生活圈 現在一日生活圈就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回到我們今天講的核心 如果你是要發展一些工業商業 快 時間就是金錢 這件事情是同意的 在過去三十十年前 這樣說 我覺得是同意的 到了現在你不是要發展 你現在要發展的是服務業 你要發展的是我們講的旅遊業 快就代表有錢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號 所以他就會告訴你說 我們有套裝旅遊行程 日月潭就看到了 對不對 然後新的路線就包括什麼 南洋北橫旅遊線 你看他的核心竟然是說 我的動線是從哪 台北市台北線基隆市 宜蘭頭城 然後從台中普里日月潭西頭 然後旅遊點就帶來這個地方 我常常講說 最失敗的一種旅遊的概念 就叫做旅日生活圈 為什麼 因為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台灣北部有一個旅遊聖地 人士非常的多 但是賺不到錢 哪裡 顧宮 顧宮 顧宮有門票吧 顧宮要門票 顧宮要門票 所以不是 陽明山 有人講陽明山 對啊 請問一下 各位有去過陽明山嗎 沒有去過群群群群群 有在上面花到錢嗎 沒有 那你沒有花到錢 人家怎麼會有收入呢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更好玩的 我為什麼要再花錢 一日生活圈啊 搞不好我下來吃個中餐 我絕對不可能在那邊住 我要在那邊住還特別 要去享受那個溫泉 是刻意要去住的 是不是 所以一日生活圈 本身你沒有辦法留人在那邊吃 沒有辦法把人留在那邊住 基本上你是要不到錢的 你能夠要到什麼 垃圾 垃圾倒是挺多 所以有時候 那時候 有一次也是工部門找我去談這件事情 我就有點開玩笑 我就說 叫我認識裡面最失敗的一個活動 就叫做日月談萬人永度 我先不談 他在那個運動上面的那種 就是說 他的那個 這個 這個 號召力啊 或者是他們的影響力啊 那些東西 我不談 我只談錢的問題 對不對 你想想看 一萬個人 對不對 要下水 都要排隊下水 是不是 然後呢 那麼多的人請問一下 我有沒有可能日月談的餐廳 因為要應付那一天 有那麼多的人 所以我就把我的場地變大 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訂 不要想在那邊吃到東西 連Seven都進不去 是不是 然後廁所更是大排長龍 所以要解決 全部都在水裡面解決了 是不是 所以這一下來來講的話 可能水質也變差了 對不對 水溫都上升了 是不是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上來以後 我今天我告訴你 大法的銀子請問一下 你要花到哪裡去 沒有地方可以讓你花 對不對 所以只能夠 趕快上升 離開 請問一下 賺到什麼錢 超出一定的承載力以後 對不對 或者是更加便利的以後 有時候它反而會變成一種迷思 對不對 我為什麼 我要花錢花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 這也是官網 對 來台遊客超夯 我國觀光成場率 世界第一 全世界發展觀光很好的地方 大家都收入很好 像法國什麼對不對 是不是 大家收入是不錯 靠剛剛賺到錢 請問一下 大家賺到什麼錢 沒有 我們是不是覺得我們還是 連小確信都沒有 對不對 那問題在那 欸 那已經告訴你 你瓜瓜瓜成場率時間第一啊 是不是 好處到哪裡去了 好處就在前面不見了 對不對 套裝旅遊行程 對不對 你想想看 我現在我有盤費 對不對 我要有一筆 這個要旅行的錢 對不對 我拿到錢 花最多的時間在旅行 從台北市到那 這個都要燒什麼 燒汽油 對不對 所以你花了最多的錢 買汽油去燒掉 那請問一下 你有吃了也當然吃的比較差 因為大部分的排位 百分之多少%是花在汽油上面 是不是 那請問一下到底誰賺到 很好玩是沒有 沒有人賺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常常講說 這個套裝旅遊 憑什麼它會變成是一個 我們講的這種 我們發展旅遊的核心 我一直是反思不得其解 所以 觀光客不等於觀光產值 所以在國外裡面 他除了當然沒有人來 那當然是一件事情 但是人超出了某種程度 那個錢你也賺不到 好 但是有一個部分來講 就是說 所以我們應該在固定的人裡面 讓他掏出更多的錢 這才是真正觀光要去發展的方向 對 好 那問題是 你怎麼樣讓人 願意把錢掏更多出來 心甘情願的掏出來 所以在國外裡面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你要發展觀光 他不會有人在乎你交通路線有多長 他在乎的是說 你能夠在一個定點 能夠留多久 時間待得久 你才有錢會跑出來 對不對 要不然我只是借個廁所 對不對 我不會把錢留下來 更何況 我在這邊我只是過客 我跟你沒有任何的感情 憑什麼叫我拿出更多的錢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關鍵 你如果要賺旅遊的錢 旅遊的錢 我現在不是講其他產業 我就講旅遊 那你才有錢賺 你不在這邊吃住 連吃住都沒有 你說錢沒有辦法賺得到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個來講是分散 但是再來講 這是一個也是實際上面的一個例子 在國外曾經 我已經忘記了 以前讀到的 就是有一個地方 他有個旅遊勝地 然後本來是一個彎彎曲曲的路 但是那個地方非常的漂亮 所以大家都要還是會到那邊去玩 對不對 這我們理所當然 但是因為開車進去要一天 出來要一天 所以你就不會利用禮拜六日去 你一定是用排假過去 你至少三四天的假 你才會過去 所以在那裡面的這個產業 基本上來講 他禮拜一到禮拜天 他們的工作 他們的收入是均勻的 那後來也是因為說 想要發展更多的觀光 所以他們就開了一條快速道路 進到那個地方 所以開車只要兩小時 好,就會出現一個事情了 怎麼樣 我兩個小時就到 對不對 請問一下我還要排假去嗎 沒有,大家都是利用禮拜六日去 對不對 我可以出得來啊 你當然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我以前我開車開到那邊去 都已經天黑 我不是在那邊住 我當然我很辛苦對不對 那更何況我好難才進來對不對 我當然在那邊多玩幾天 那你現在我兩個小時就可以到 所以我就很快進去對不對 頂多在那邊住一天 然後我第二天出來 所以我講 欸,禮拜六日我是OK的 所以禮拜六日 大家全部一起上路對不對 所以那個就變成大停車場 欸好,跟我們國道五號有點像 對不對 好,是不是 就變成大停車場了 是不是 那你變成大停車場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不高興了對不對 我本來我要去找日子 我本來去享受 結果我發現我最多的 那個時間花在交通上面對不對 那其實我就怎麼樣 那開始就有人去懷疑說 其實以前 雖然開車開外圍區到那地方 至少你沿路風景不錯 你現在來講的話 就左邊 你只能跟你講hello 右邊也只能跟你講hello 那你其實那就是變成 好 就剛才講 所以呢 不換寡物換部區 很多旅遊區 不怕旺季 都怕半季 不怕禮拜六日 怕是禮拜一到五 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那地方就變成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就是 禮拜六日才有人 禮拜一到五 空的 那請問一下 我的員工要不要請 對不對 我還有電要不要開 很遺憾的 在台灣 有很多的電子 做禮拜六日有沒有 交通很方便的地方 是不是 那請問一下 那你要賺什麼錢 所以 分散你才有錢賺 這是一個平日 平日遊客 比假日遊客 更為重要 簡單來講 所以 一日生活圈 絕對不是 應該推的一個方向 那接下來 這以上我稱為 價格 這個錢叫做價格 後面這兩項叫價值 等一下會稍微提一下 差在什麼地方 好 接下來來講話 就是 簡單來講 這前面講的價格 就是論金論兩來算的 就是 反正吃多少錢 住多少錢 然後呢 我花費 我就直接這樣收入 下面價格來講 他就不是 趁金論兩算的 這是看你的那個Few 看你的感受來付錢 對不對 對不對 比如說 你有體驗 才有這個金論 這也是個很好笑的事情 因為之前 也有幾個休閒農場 找我去 然後 問我說 要怎麼樣來帶生態旅遊 然後 要怎麼樣去 也可以說是增加更多的收入 這樣的情形 等一下有幾個意思跟大家講 全台灣所有的 不要說所有 大部分 這樣講所有有點 好 大部分的旅遊區 所賣的紀念品 都不具紀念性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 對不對 陶笛 我再怎麼便宜 我不會到那地方買陶笛 因為我在上一站 我也看過 在上上站 我也看過 好 懂得我意思 一個沒有紀念性的紀念品 請問一下你要賺什麼錢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 好 紀念品 就算你有獨特性 但是 可能比較貴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 我要花錢去買紀念品 那就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我剛才講到 你要讓他有體驗的感受 跟他的生命起上關係 那其實他才會願意花這個錢 那種 因為關係 剛才講生態講關係 對不對 因為關係 而付出的代價 跟 因為 經濟規模 經濟 這種 就是說 趁經論 這樣的概念 去付出的這種代價 其實是不成比例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 有一些歷史來談 還有呢 來了一次 嚇死了 再也不來了 去過阿里山日月潭的那個路客 你去問他下次還要再來一次嗎 那你就怎麼樣 對不對 但是呢 很多的旅遊勝利 他如果是好玩的 他應該會讓你重複的來 對不對 重複來才有錢賺 來一次那個錢 其實基本上來講話 你不可能做大的投資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談一下 剛才講到吃啊喝啊 其實都在談價格 但是我要花點時間談價值 人家怎麼賺錢 我們來看一下 台書牛排在王餅賣 比在夜市賣貴三倍合不合理 大家覺得 不管合不合理 事實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你又說牛排就是牛排 對不對 但是好像不太一樣 好 再下來 我們幻想一下 桌上有兩瓶礦泉水 隨便 一樣的牌子 一樣的出產的日期 就擺在這邊 大家幻想一下 然後呢 這一瓶比這一瓶多十倍 貴十倍 還有人要買 有沒有這個可能 什麼條件 如果他在那裡很偏鄉 你根本就不用買 沒有沒有 就在擺桌 我就假設我現在有兩瓶 某某排的礦泉水擺桌上 一瓶說我要賣某某 賣比這一瓶貴十倍 你也看到了 對不對 但是你會買貴十倍 有沒有人有答案 講協比較有價值 蛤 有價值 什麼有價值 其中一瓶比較有價值 一個價錢會讓你覺得有價值的牌子 沒有 就一樣的牌子 好 請問一下 那個便宜的有毒 沒有 就一樣 都沒有開封 包裝不一樣 一樣 有大師加持過的 愛好 標準答案 對不對 活佛加持過 這一瓶 對不對 信活佛我就買了 大家懂得我意思嗎 是不是 如果我們要去寵物店買狗 你一定買小狗 你不會買老狗 對不對 老狗基本上來講 都是任養用送的 是不是 那其他家裡老狗過世 我小朋友哭了要死 你剛剛講說 欸 好 不要傷心了好不好 把他再買一條狗給你好不好 好 但是還是哭啊 對不對 是不是 這是兩回事情 為什麼 因為從這裡面發現一個很有趣 前面的那一部分 在談吃喝啊 那些東西來講 多少錢 就是多少錢 買的貴男 買的便宜 基本上也是盡盡盡價 對不對 在這一家 有打折我就到這邊去了 對不對 後面在講價值的 不是講價格的 他 跟我有關係 我願意付出的東西 通常怎麼樣 通常不是用價格 可以來衡量 這就是我們人類社會的事情 一個狀況 好 但是通常來講 就是講說 他跟我有關係 對不對 比如說 這狗是因為跟我家人關係 活佛是因為我信活佛 對不對 然後都有這樣的關係 但是 這也適用在通安 不見得是我私人的關係 好 我們再來一樣 你要把完全一樣的青菜 把它桌上 然後呢 剛才講說 你信活佛 才有這個事情 對不對 大家把現在擺桌上 對不對 有一把 就是比這邊賣貴二十塊 大家 大部分的人 我不要講說大家 大部分的人 都買貴二十塊 有沒有這個可能 沒有 一樣 認識的人 認識的人 但是你不太可能 大家都認識他 對不對 老太太 同情心嗎 同情心很難引發大家人要去買那一台 是不是 認證我 認證我兩個都算 都當作沒認證 所以大家怎麼賺錢 開玩笑 我這樣子講 其中有一攤菜攤 賣的人不一樣 照陳述局 大家懂得我意思嗎 請問一下陳述局在那邊賣菜 比那邊賣二十塊你買不買 對不對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大家有注意到 起上關係起上連接 未必是私人關係 有很多事情是建立在 什麼 公共利益上面 這才是我們覺得說 用生胎來賺錢 應該要引發是這種氛圍 其實你才能夠有更高的價值 我們剛才講 價格已經輸掉了 價值其實談得更遠 但事實上要賺要賺 我剛才講的 價值其實才是我們要做的一個方向 對不對 比如說我的岳母要招待我吃飯 親自下廚 對不對 那我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包兩千塊給他 對 我會被我老婆打死 是不是 還是我要買兩百塊買一束花給他 請問一下兩千塊比較多 還是兩百塊比較多 是不是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價格跟價值就差很多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老師最好的方法是把菜式放過 那是一定要的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也實際上面在產品上面 已經開始有這麼做 我們剛才講說 其實你要讓人家 我講 即使是吃住 對不對 吃也是一樣 對不對 我今天我在那個觀光區裡面來講的話 我去賣一些產品 或者我因為生態的關係 我做一些事情來講的話 那他其實他是不是 真的能夠帶來更高的價錢 那這是一個例子給大家做個參考 日本應該是新洩縣 就是說要保護這個很稀有 兵臨滅絕的鳥類蛛路 然後所以後來 但是 要保護他 就要跟農事 要去協商 至少我們不能用農藥 對不對 至少來講 幫你很多查養的時間 等等 這樣做一些調配 那農夫願不願意 不願意 是不是 憑什麼你賞鳥我要犧牲我要賺到的錢 所以 後來有一些團體 他們就 為了保護他 就跟農夫談戚做 意思是說 這樣子好了 你的這個 你到時候就賣給我 好吧 那農夫就點頭了 我還這樣 我連賣都不用賣 對不對 好 那我吃也吃不了那麼多 對不對 好我就拿去賣 好了 請問一下 你該賣多少錢 應該要賣 因為產量變少 對不對 我要賣的比較貴 那你想想看 我賣比較貴 打在市場上面 有人會買吧 沒有故事 人家不會賣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他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很有趣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常常開玩笑 台灣的環境教育 其實我們現在有環境教育法 但是我們整個推動方向是錯誤的 他們就跟當地的種上去 然後就開始這些人 就去上課 環境教育 告訴中小學的學生 跟阿米亞說 各位同學 這是我們家鄉的寶貝 各位還小 沒有能力去怎麼樣 幫助他 對不對 但是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 告訴你爸爸媽媽去買豬鹿米 蓋那個髒的 對不對 這樣你就保護他了 哇 在學校裡面來講 就變成怎麼樣 微微風上 那不就跟爸爸媽媽來講說 我要吃豬鹿米 我們現在 現在小孩又生的少 對不對 那家長就說 你要吃豬鹿米 可以喔 好好吃飯 不要飄食 多吃一碗飯 你同意我就幫你買 小朋友就點頭 對不對 家長就跑去那邊 所以豬鹿米後來都缺貨 後來變成怎麼樣 變成是原來價格的四倍 四倍 而且後來發現 因為經過食安事件 我說台灣 在他們那邊來講 就是說 你看豬鹿來這邊 也代表那個 是 對不對 比那什麼SGS認證壓 來的有效多了 是不是 對啊 我吃了也安心 對不對 那吃了安心 其實不打擾 吃了安心 你為了安心 多付多少代價 這其實也是有代價 我們講 有機米 它是有它的行情 在那個地方 這叫做吃的安心 但是更高的 那叫做價格 我還是把有機米稱為價格 因為你花的勞力啊等等之類 那是不一樣 檢驗啊等等之類 那價值是什麼 不是吃的安心而已 吃的窩心 我吃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有不同的感受 對我的生活來講的話 其實會多增加 不是只有吃的樂趣而已 所以這部分來講 其實才是那個價值觀的那一部分 當然台灣有很多的產品 也都逐漸的出來了 什麼 那這 這是那個 阿什伯的那個蓮花池 就是那個台北赤花 那那一年前遺憾 那還是 台北赤花 畢竟它在那個地方 當初就已經非常非常少了 那當初為了稅 它是在這個 這個 這個 蓮花是 蓮花是 賣花的 就是給人家看的 那所以 台北赤花在這個地方 所以為了保護它 所以 慈欣跟那個 台北市議動物園 他們就 希望農夫不要灑農藥 因為要不然它就沒有了 那 但是 它是賣花 所以只要有蟲子 它那個花就賣相很差 那請問一下 那 他們後來慈欣 跟它也是一樣 用這樣方式 跟它收他們拿去賣 對不對 當然 一方面是靠磁心的 譬如說 一些行銷的管道 那另外一個來講 就是在市場裡面買 請問一下 市場上面來講 有沒有人會去買這個花 會嘛 但是你要會的話 通常你的附帶的東西是什麼 附帶是故事 什麼樣的 時間 什麼故事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告訴你 你不要看我的那個蓮花 請問一下誰會買蓮花 供佛 供佛 供佛最多 是不是 所以它會跟你講說 你看到這蓮花 破破爛爛的 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 生意暗 所以我這叫做什麼 救生蓮花 那很漂亮它叫什麼 很漂亮叫什麼 對 請問一下你要買哪一個 哇那個爛爛的也漂亮起來 有沒有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才會講說 價值跟價格就差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台灣都是只談價格 但事實上 價值很影響到我們 但是我們在談行銷的時候 很奇怪 我們還是走那種很廉價 幫人家代工啊等等之類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們的 那種錢都給別人賺走了 所以用生態來賺錢 不是來破壞生態 而是生態跟經濟 它是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的力量最大 因為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觸發所謂的 價值感跟品牌的感受 就剛才講到對不對 我今天一樣一雙鞋 有打勾跟沒打勾就差很多 是不是 那其實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但是呢 你附加的上面的那個意義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很多事情講 附加價值 附加價值 有很多東西 附加價值 比本身它這個東西的價格 還要來得到 很多人都以為 附加價值是送的錯了 不是 很多就是看著附加價值去的 很多人買鞋子是看著勾去的 不是去看那個鞋子好不好 是不是 然後呢 這也很有趣 所以說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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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就 有一些農場就找我去 然後說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開始要做 所謂的生態旅遊 生態導覽這件事情 那 他們就問我說 那我認識這些 我農場裡面動植物 我也照顧到了對不對 那我也想要從這裡面 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 因為相對來講 我照顧他我花比較多的時間 然後我這個 這個 有很多的這種農藥等等 我也不傻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收更多的錢 那 那第一個就是 我認識他 我可以帶你去做導覽 對不對 再導覽 做導覽是很聰明的一件事情 導覽至少要兩個小時 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要把你的客人弄到很餓很累 對不對 他才會花錢啊 是不是 對不對 好辛苦喔對不對 來喝一杯茶 這邊有茶 這邊有茶 要不然他怎麼花錢 是不是 好 那 導覽要不要花錢 好 導覽 解說要花錢 好 這樣子好了 比如說帶一對導覽 請問一下 帶你去導覽兩個小時 你願意付多少錢 一千塊 貴喔 對不對 五百呢 好像也沒有便宜喔 對不對 我問過大部分大概都是一兩百這樣子 大家可以覺得可以接受的這種範圍 好 一兩百 我練了那麼久 帶十個人 花了兩個小時 帶一趟 我才賺不到兩千塊 請問一下我會划算嗎 我不划算 那我要怎麼賺錢 我後來跟他們講 對不起 你真的要做的事情 導覽是免費 免費賺最多 免費怎麼賺 是不是 免費怎麼賺 這是一個 人的習慣裡面 會有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氛圍在這裡面 這會先把它挑到這下面 剛才講到的所謂的價值 價值 價格 講的是經濟規範 一分錢一分貨 剛才講的價值走的是社會規範 我跟你起上關係 所以那時候我告訴他是 你帶他去導覽的時候 我剛才講到 吃 住 這東西叫做價格 對不對 價值是什麼 大家還記得嗎 體驗 我當你體驗完了以後 我跟你這邊就有感情 當我免費的時候 你就從經濟規範走上社會規範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對你好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他會變成他會從這邊走上這邊 所以呢 你既然你對我好 我就不會太在乎 你那杯為什麼那麼貴 這是第一件事情 對不對 那第二件事情來講的話 什麼東西賺最多 絕對不是吃跟住 回到剛才講到 賺最多叫做紀念品 為什麼紀念品 第一個就是說他沒有紀念性 第二個有紀念性 你為什麼你買不下手 原因是因為跟我的生命 跟我的體驗沒有連接 所以你要用這種導覽的這種方式來講的話 讓這些東西跟你產生連接 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像我那時候在外面去做導覽 你聽到台灣有常見西見裡面 你一定可以聽到士文猴是吃完的聲音 對不對 它是聲音咻 像鳥叫一樣 都很新鮮 對不對 甚至可以看得到 當然吃完也可以聽到的聲音 那你可不可以把他帶走 不行吧 對不對 晚上的時候 你可以聽到冒頭鷹在叫 比如說霧一聲是靈腳梟 霧霧那就是黃嘴腳梟 是不是 然後呢 你的麥店裡面怎麼樣 你就木雕 對不起 你這樣不走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這就是靈腳梟 這就是黃嘴腳梟 你昨天晚上聽到就是這兩種 不一樣 是不是 好 我們所有麥店裡面都有陶敵 對不對 所有陶敵都是錯的 吹出來的聲音都一樣 然後每個各式各樣 還有小叮噹造型 對不對 請問一下我為什麼要到山裡面去買小叮噹造型的陶敵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能做成斯文豪式赤蛙的樣子 對不對 吹出來的聲音就是斯文豪式赤蛙 請問一下你會買這個陶敵嗎 很多人都會 因為跟我產生連結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來講話 你會大幅的提升 體驗轉成有紀念性 所以他才會去買紀念品 要不然你根本沒有紀念的價值 你憑什麼 那請問一下我這個地方 我憑什麼讓你有紀念價值 很好的一種方式就是因為我帶你去導覽 你花的時間越久 我就覺得這一趟對我的意義就越重大 對不對 越簡單 15分鐘就只有15分鐘的感受 兩個小時就兩個小時的感受 所以呢 用這樣的方式才能夠讓體驗 那怎麼樣 買了這個東西 反而讓我的感情有個出口 要不然我就覺得說 哇 我今天來這邊 我覺得好享受 我覺得好棒 對不對 我好想買個紀念品回去 對不對 終於看到了對不對 那我當然 對不對 所以真正的紀念性 是這樣子來操作的 更何況 台灣有的世紀 對不對 有不同的時間 又有不同的風景 有不同的物種 是不是 所以藉由這個過程裡面來講話 就是說 啊 今天你可能很高興 但是我告訴你 什麼時候更漂亮 什麼時候更好 對不對 就得下次我會來 對不對 其實我們在什麼時間 其實有另外一種不同的風貌 因為這是台灣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 一年世紀有不同的生活 所以這才叫做用生態來賺錢 對不對 其實你要講 對不對 生態值多少 那你要想想看 故事值多少 對不對 那笑聲呢 感受 對不對 形象 是不是 這些我覺得才是我們 真正要去做的東西 買不到東西 對值錢 所以呢 回到剛才講到 交通便利 並不代表 就可以發展觀光 這完全是兩回事情 我發展觀光裡面 跟交通它有息息相關 有時候甚至來講的話 要用交通的不便利 來去引發那個價值感 讓你覺得會去珍惜這一趟的旅程 是不是 我今天我告訴你 你到北極 好難才能夠去一次 有人在那邊賣紀念品 請問一下你會不會買 會 會 但是呢 我跟妳講 陽明山 對不起 從墾丁過去的人 可能會比較想買陽明山的紀念品 住在台北的人 不會去陽明山買紀念品 因為我隨時都可以去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反而要用交通不便來發展觀光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日本的麗莎黑布 那邊對不對 交通不便 各式各樣的那種交通工具 反而是用交通工具的不便跟多樣性 來凸顯它的特色 是不是 所以去一趟好不容易 對不對 所以黑布麗莎的團備印象都是滿貴的 那更何況有時候一定要交通有時候是失業的開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Cars 對不對 他其實第一集裡面他就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一個本來很繁榮的小鎮 因為旁邊開了一條高速公路 所以以前大家都會停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都會在那邊駐足 對不對 然後結果現在就從高速公路咻下去過去了 所以小鎮就沒落 對不對 我差點以為他是講我們拼你 是不是 好像喔 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凸顯到這邊 就變成就是說 你用硬體建設去思考所謂的價值 或者這樣子說 硬體通常最多只能解決到價格的問題 價值一定是靠軟體 所以經濟能夠解決收入的問題 只能是最低層 反而是生態 反而是這種社會關係的建立 才能夠得到更高價值上面的這樣的一個條件 對我還有多少時間 好 對我還有多少時間 好 好 那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也是一個我們其實還蠻常見到的就是 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假裝解決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核川治理計畫 我們在有一次到南部的山裡面 因為叫做核川治理計畫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我要說服大家不要用做水泥的提防跟護安 然後後來那個水泥會說實在的話也真的是 真的有點算是惡意吧 然後他就找了很多的當地居民就跑來 開說明會的時候我就被炮轟 他說你不住這裡啊對不對 你跟我講生態資源啊 維護得很好啊等等之類的 然後一定要做水泥才會安全啊等等之類的話 就做四五十個大概六七十歲的老公阿嬤在那邊跟我談這件事情 對不對 那後來也是因為有一些參與 大概也是有一些經驗 我先講結果 結果後來所有阿公阿嬤的結論就是 不要做水泥的護安 然後要維持很自然的風浪 為什麼 其實那簡單來講就是從價格跟價值上面的一個落差 這其實在很多環境運動裡面來講的話 我也覺得說也許各位以後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操作的方式是這個樣子 你為什麼要做水泥提防 要做水泥護安 因為要保護農地 旁邊種植的那些東西 那請問一下那個種植農地 對你來講很重要嗎 當然很重要 如果你跟我講話 我就是靠這個東西生活 但是你們都六七十歲了對不對 你難過從裡面可以收入多少 所以這件事情真的對你很重要嗎 他們就有些人就開始沉默下來了 我說如果換話回來 我認為在很多鄉下的地方 老人家最想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到自己的孫子回來 我覺得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說 我就隨便問他 你那個孫子什麼時候回來 哇 很多人就開始很熱鬥 哎呦 我的孫子 我說什麼暑假要回來 等等等等 開始又要談了對不對 但我後來跟他們講說 你孫子回來幹什麼 看你們吧 對 你要吸引孫子 但你要有得玩啊 對不對 那你現在這裡有什麼好玩的 那你們以前小時候在那邊 蒙仔鹹小口 那邊釣魚 那現在都是水泥蹄蹄蹄 請問一下要釣什麼東西 所以你以前美好的回憶 都沒辦法跟你的孫子說 那請問一下 那你守著這塊地 到最後要給誰 所以後來他們就 好 那所以我們不要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 那我的 所以做他的事情來講 感覺上好像 對我的孫子回來 好像機會比較大一點 那各個他有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的這個田裡面 有些寶物 有一些很重要的生態資源 是比較不一樣 搞不好你學校裡面 學生 你的那個 那個孫子的教科書上面 都有東西 就在你的田裡面 對不對 那我幫你看一看 好看一看 然後就拍了一些照片給他 欸這其實算是一些 比較少見的東西 這其實有些人會很關心的 就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其實有時候來講的話 那價值跟價格上面的操作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那回到河川的這一部分 我們說不淹水就要蓋皮房 好像感覺上也是很直線的這樣概念 對不對 但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來看一下 好 蓋皮房是要有一個河川治理規劃 或者河川治理計畫 來決定要蓋皮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時候要蓋皮房 好 河川現況流入以明顯改變 這我可以同意 對不對 因為他流入改變嘛 水本來就十年 河東十年河西嘛 是不是 好 下面這個就是讓我嚇一跳 沿岸土地利用改變 沿岸土地利用改變 是什麼意思呢 好 是這個意思 先看下一張 本來是農地 對不對 價格很低 因為會淹水 我今天不讓他淹水 我就蓋皮房 有沒有 所以呢 為了我的土地利用改變 就長房子 我說 原來如此 我們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水 第一排 原來就這樣子來 是不是 好 但是 如果是因為這樣子去做的事情來講的話 請問一下 他的目的是不要讓水淹嗎 不是 對不對 就不是因為我目的是要不淹水 所以我後來我就做一個挑戰 我就說 河川 提防 不是水淹工程 它是土地開發工程 它的目的是與河爭地 是不是 那與河爭地 對水不利 怎麼會叫做水淹工程 不利水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有些工程師被我講得剛剛迷 不知道在說什麼 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個地方本來會淹水的 那我不讓它淹水了 請問一下水就消失了嗎 沒有 就往 右邊蓋皮房就淹左邊 那左邊淹了 奇怪以前不淹水 怎麼現在會淹水 對不對 所以呢 我也要先蓋皮房 那兩天不淹就淹下面 然後呢 一路水 滾滾的水 從上面趕到下面去 出海了以後 我們就缺水了 對不對 水到底是資源還是垃圾 我覺得我們常常在這裡面 我們每次都講水資源 但是我們每次講水資源 我們看到都是排水系統 排水系統 是不是 水都要把它排掉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我覺得這個很多的邏輯 其實是很奇怪的 然後呢 所以當你不該淹水的地方 該淹的地方 你不淹 你的後果是什麼 就淹到不該淹的地方 那事實上 這例子其實非常的多 像我記得有一年 那個是一個明傳大學的王建基老師 他跟我說的 他說那個伊北河淹大水 伊北河淹大水很有趣喔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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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他下面有很多的那個 美術館 很多美術館都淹水 然後又泡到要畫 最後那時候 就是 說全世界修復古畫的 全部都到那邊去了 有這麼一段時間這樣子 好 那他們 結論那怎麼辦 要不要蓋提拔 他們有沒有蓋提拔 有沒有加高提拔 有 在博物館 但是很多人都疏忽了一件事情 他同時打掉更多的提拔 在上游的地方 為什麼伊北河那邊會淹到水 因為上面做提拔 所以本來會淹農地的水 就不淹農地 就往下面去 所以後來他就想 那這樣子 那我就打一個缺口 對不對 反正農地補就讓你淹 對不對 那只好做提拔 你不能說只做一段 你要做 就是說從這個地方 一路往下全部都要加高 對不對 要不然他就變成是一個 缺口在那個地方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後來想說 哇 再一路往下加高 那簡直是天價 是不是 那我打一個水 那我乾脆把那個 做提拔的那個錢 省下來 那個利息來付那個農損 好不好都妨算 是不是 所以後來才講 採取方式 那我反正 本來農作淹水 我們本來就有補貼 對不對 那我其實用這個方式 來去做補貼 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淹了兩次他農夫還賺了 是不是 所以 就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解決這樣的一個處理模式 而不是說 我這個地方不淹 所以我就要加高挺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 其實我們怎麼樣 投入很多的錢 但是你如果正問水利署 怎麼樣可以不淹水 他說其實在多少倍的錢 不夠 是不是 如果你要再讓他打到不淹水的情況 這樣 再來就是 提防越多 風險越大 十公里的提防 你叫維護十公里的提防 十公里的提防 只要破一個地方 十公里的這種設施就完蛋了 是不是 二十公里的提防 也是一樣 你叫維護二十公里的提防 對不對 而且一樣 只要有一個地方破掉你就完蛋 所以你覺得提防越多 你後面的維護就越多 然後呢 你的風險就越大 還有呢 就是 我做提防來講 我常常講說 像台北市為了不淹水 對不對 我現在都已經做了兩百年洪水 這個頻率的這樣發生才會做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兩百年的這個提防 我還想一想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感受 我們今年是民國幾年 一百年是年 兩百年前是清朝 大家聽得懂的意思嗎 我們為了 我們為了 那麼久久才會來一次的東西 我們竟然要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請問一下是值得嗎 這其實追根究底來講話 他其實這種邏輯思考 其實我們就會覺得 他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會解決說 建議就是說 其實對於興建的提防 我們興建提防 通常因為我們有時候就是說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落差 是因為我們在看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尺度都太小了 就像剛才講到 這個地方有淹水 所以我做一體建設來解決 讓它不淹水 但是沒有算 所以我曾經有問過工程師 你有算因為這邊不淹水 造成下游淹水風險增加 這你有沒有算 他說這沒辦法算 但是問題是 這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只是因為我沒有辦法算 但是並不代表怎麼樣 或者說我沒有算 但是它並不代表它不會到水 所以大家可以感覺到 怎麼好 感覺上 不是說應該像十年才來一次的洪水 怎麼感覺它每年都在破紀錄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對不對 這個叫做水利工程 好像不太是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對不對 甚至你看 不夠再加稿 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也看到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 看到了那個感覺 對不對 那你說水就聽話嘛 你開玩笑 跟老天爺討價玩家對不對 你沒有用 是不是 他要要離去 所以有時候常常講 你可以跟老天爺偷 你不可以跟老天爺搶 什麼叫偷 就是我在那盒川地旁邊 我種菜對不對 老天爺發現了一次要回去 那你就沒有收成了嘛 就是沒有偷過去嘛 就是算了嘛 什麼叫做搶 搶就是蓋梯吧 就這塊地我要 對不對 老天爺我不給你了 這塊地我要 那你覺得你搶得贏 老天爺那就試試看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又發現 老天爺也不是我們想要說那麼好講話 像這個也是一樣對不對 這個就是堤防 對不對 結果 這地方會不會淹水 這邊 河川不淹水 這邊淹水 水出不去 對啊 所以開始水出不去 開始要做很多的抽水戰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多錢就這樣子花 對我花了我覺得 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那這也是 我只講 因為時間關係 我只講後面這兩個 其實大自然反覆是 其實我們很難去想像 就像剛才講到 我們跟你講說 200年的洪水頻率 請問一下 所以有很多工程師 那時候會講就是說 200年耶 200年很多 因為我們人的生命還長耶 但是你說對河川而言 來把人算什麼東西 是不是 那今天來講 就說 但是至少我累積了那麼長的經驗 總是可以去說什麼事情 那時候我就會跟工程師講說 你會覺得200年很長 但是因為是用我們人的觀念 去看這些事情 對不對 比如說像台灣來講的話 從冒出來的話 對不對 300萬年 400萬年 是不是 那今天有一個嬰兒 出生兩個月 他會告訴你說 用我人生的經驗 告訴你 人只能喝奶 我們的生活狀況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我的人生經驗 我告訴你 人只能喝奶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我們太小看了 就是說我們掌握的這種知識 其實有時候在整個定值年代 尤其在台灣這種 本來就是很年輕的定值來講 其實真的是不算什麼 所以我們不要說921會不會來 下一次921什麼時候來 未必我們看得到 但是他一定會來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 所以像卡仙娜巨峰 到美國很大的損失 首先看一下 因為王基基老師他之前在美國 所以那時候他有在 卡仙娜巨峰的時候 他剛好在那邊 所以他有參與到 最後去現場看 那時候他回來跟我講說 其實因為我後來跟他討論的時候 他跟我講一件事情 其實卡仙娜巨峰去檢討的時候 就是說為什麼會造成這麼重大的損失 的一個理由是因為 提防座的太監固 提防座的太監固 所以我那麼大的損失 我就覺得這很難想像 這你在講什麼 對不對 他後來他跟我講說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去調查的時候 發現損失最大的在新城區 不是舊城區 舊城區幾乎沒有事 新城區都是有最新的投資 就是很多的水岸第一排 那個地方來講造成重大損失 那後來檢討 那為什麼新城區會有那麼大的影響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以前提防破破爛爛的 大家都知道這個地方會淹水 所以很多的地都是農地 大家不敢投資太多 所以你要住都一定住在所謂的舊城區 本來就適合住人的地方 是不是 今天突然做一個很堅固的提防 哇 對不對 這個地拿來長賣太可惜了吧 對不對 所以全部都長房子 是不是 長出來 那水對比突破這個提防下去的話 對不對 全部一次就要過去 所以才造成這麼重大的損失 所以有時候提防 真的很有意思 我開玩笑 提防 對不對 提防就叫你要小心提防 是不是 結果你蓋了提防 你就忘記要提防了 對不對 他說已經告訴你那個東西叫做提防 結果你就把它當做安全 是不是 他叫你提防 你說這提防是安全的 我說提防怎麼會安全 他已經告訴你提防了 你跟我講說它是安全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的價值 其實是很混淆的 還有就是 對於不能承受的風險 其實我們要付出更多的資源 這件事情來講 其實我們有時候常常會跟很多的政策的單位 或者一些工部門在談的時候 他們常常會拿出很多的數據 來跟你說做這件事情是划算會值得的 因為按照平均來說怎麼樣 對不對 平均他會拿很多數據 但是很遺憾 在我們人類社會裡面 我們平常是不用平均值的 我們平常是用極端值 怎麼說 比如說簡單 要讓我的家庭更加的幸福快樂 一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希望我的小孩子怎麼樣 要用功讀書 對不對 希望能夠考得一個好成績 所以呢 這基本上就是希望就是說 你現在來講話呢 以後等到你考上好的學校來講話 一次就跳躍式 我今天跟昨天就不一樣了 比如說我考考試對不對 考考不考對不對 我考上了 我今天跟昨天就不一樣了 所以其實我們就 不是那種 我說我看我的人生是以平均值來看待 不是對不對 它是一個跳躍一個跳躍的 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常常舉個例子 要講平均值 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戴安全帽 請問一下 我今天不戴安全帽 會發生車禍的幾率是多高 哇那今天低了 對不對 照我以前騎摩托車的經驗來講 幾乎 我可以說幾乎不會 是不是 那你為什麼還每天帶著 是不是 原因很簡單 當發生的時候 雖然它不太會發生 它是讓我無法承受的風險 我就寧可每天帶著 這是我們人類運作的方式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說 這個事情來講的話呢 發生的機會其實很低 但是如果發生這件事情 是我無法承受的 對不起我還是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人的操作的一個方式 台灣喔 台灣要做河川治理喔 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說 哇做豆腐渣工 這些人說啊 這是豆腐渣工程 我說其實不要這樣子講 所有工程在台灣的河川 都叫做豆腐渣 應該要這樣子說才對 這是佐水系上有那個 就是要送那個賣療的那個水 所以這個號稱黃金蹄房 為什麼叫黃金蹄房 有兩個用語 因為它這個蹄房裡面 藏了一個很重要的塑水管 所以呢 這個蹄房做得特別的堅固 固若金湯 所以叫黃金蹄房 另外一個意義是 它的造價昂貴 也叫黃金蹄房 對不對 破了 是不是 還是破了 破了 那就去檢討 為什麼破了 那就有一個 很資深的退休的工程師 然後他就講了一句話 又出現了那句話 因為蹄房座的太堅固 又來了 是不是 蹄房座的什麼太堅固 他的對岸的蹄房座的太堅固 所以本來水是衝那一邊 結果沒有把它衝破 結果回塔 回頭的時候把這個地方給打破 也就是說 早知道我那個地方 就應該怎麼樣 讓它弱化 對不對 如果老天爺非得要把這個地方要回去的話 我至少鼓勵老天爺去要那一邊 是不是 而不是我做兩邊一樣的堅固 就說好吧 老天爺隨便你 兩邊你就選一遍 是不是 不是 所以有時候那種保險式的觀念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有時候來講的話 其實有時候反而是 要讓有一些地方 就是講嘛 水路要淹 所以我常常講說 我們都說 不要淹水 不要淹水 其實應該要更 更直接的說法應該要問 那哪裡可以淹 你告訴我 水應該要淹哪裡 這可能比不淹水其實還重要 好 好 對不對 你看看 這個是後來拋很多的 好 對 就能適合去防訓快第二次 對不對 一次倒水來就一次掉了 對不對 第二次再來第三次 因為幾次就幾次 對不對 怕人家不丟對不對 那個那個偷工減掉 對不對 所以要想第二次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也回到剛才講到就是說 其實因應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這也是很有趣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曾經有一位學者 就說 這個 台灣應該是 對於全球氣候變遷 影響最小的國家 這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 台灣隨時都在氣候變遷 對不對 我們每年都有颱風 有颱風是常態 沒有颱風才是奇怪啊 是不是 我們隨時都在氣候變遷 所以其實 很多的一些研究都到台灣來 確實是如此 對不對 像包外研究水土保持植物的大師 都到台灣來 他一樣研究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下個世代的水土保持植物 他說奇怪怎麼會找台灣 喔 他很簡單 台灣台風多地震多 對不對 又土石流 在這種地方都可以長出來的植物 開玩笑 對不對 在什麼地方活不下去 又耐汗又泡水又補汗 是不是 然後選了老半天以後 他說我選到了 然後選到東西 我們一看 他說我選到一種植物 叫做芒草 但是你想想看 芒草不好嗎 非常好 對不對 是不是 結果我們用別人的東西 人家跑來這邊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台灣是最好的 對不對 什麼都有 耐汗的 耐洋 像洋的 背洋的 從亞勒帶 要什麼都有 是不是 最好的實驗場 結果我們把我們自己的優勢 全部拋掉 生態是我們的優勢 結果我們不用這個賺錢 去賺很奇怪的錢 所以這是一個很遺憾 好 總之以前都要談減量 簡單意思是說 我不要發生這件事情 以前提忙的概念也是一樣 就是說 我不要發生淹水的事情 差不多早期都是這個概念 減量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會發生風災 我要把發生風災的機率降到最低 但是現在來講 就發現 對不起 好像沒有辦法 就是說 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是談調適 什麼調適 就是當它發生的時候 那我的損害降到最低 因為它遲早會發生 所以後來那個橋 之前那個千里步道的許文謙 許老師 那時候他有一次上課的時候 他放了一張照片 就是一個橋 然後就是那個 看起來就很簡易 這樣子 那就是那個 下面就是 水啊 水勢很大 所以常常會把橋衝壞 那在台灣以前的經驗 其實到現在都一樣 橋衝壞了一次 我下次要做得更堅固 對不對 那你說 我做得更堅固 來講的話 能不能保證 這個橋不會被衝壞 我不會保證 因為老天爺什麼時候翻臉 我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他會告訴你說 啊 我已經符合設計的條件 對不對 但是這個設計條件 不是老天爺定的 簡單來說 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抱歉了 是不是 那為什麼 所以這個思維 就是簡樣的思維 但你的橋越蓋 就越額貴 對不對 每次衝掉 你損失就越大 所以後來在那個例子裡面 他反而是用一個很簡易的橋 那這個簡易橋 它上面有個溝 他後來那個 許明天就跟我講說 大概是這樣子 大水要來的時候 他就找直升機 然後就把那個 因為他那油的溝 就溝上去 他把橋給掉走了 等到洪水完了以後 再回來擺 很划算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們說經濟經濟經濟 但是事實上 欸 好像 並不是真正 就是說 我就一定是用 一味的這種線性的模式 去做這樣的思考 其實我們有越來越多的 這種調適的手法 既是保護環境 而且又符合經濟 好 我們現在的狀況來講 有很多事在做內好 結果經濟也沒照顧到 結果環境也沒照顧到 好 那我們的錢就這樣子 丟到水裡面 就扔掉或燒掉 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沒有進步 也有 比如說像在東普瑞溪 這是一條溪 這個地方以前被沖掉 也死了一些人 所以後來到處在檢討的時候 就變成說 那我是不是提防要做的 才再見過 結果後來想一想 就算了 因為那也是個傷心地 所以後來就跟那些家屬 談完以後 就把那個地徵收起來 就把它變成字紅池 反而變成怎麼樣 就是說 那大水要來的時候 那水優先可以淹這個地方 是不是 其實你看 那提防的錢也省下來了 那反而是這個地方 它變成怎麼樣 就把它變公園化 我平常也不是說 就沒有用對不對 我又把它變成公園化 那其實這樣的做法來講的話 其實是更好 但是現在就碰到很多 就開始說 對 我們現在要調適說 我們要做很多的字紅設施 要做很多的字紅設施 結果後來發現 很難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做了提防 旁邊就有漲房子 漲了房子 你要做字紅設施 你要花天價把它買掉 所以你以前很便宜的賣掉 結果你又花很多錢做了提防 然後又花更多的錢把它買回來 我覺得這叫符合經濟效應 很奇怪 所以我們想想說 那很多的邏輯好像是講不通的 我覺得現在好像有點這樣的遊戲 好像在跟老天爺玩紙傘子一樣 賭博 但是跟老天爺賭博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願意去賭他嗎 第一個賭本 我想想看 就好像我們這個賭博遊戲規則很簡單 就是說 你每次都要把你的身家全部擺上去 對不對 做提防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我這邊蓋房子 不是又是我的身家嗎 對不對 大水來一次 我贏了 對不對 沒關係 對不對 那我可能又再蓋兩棟 對不對 好 然後大水來 我又贏了對不對 你贏了九十第十次 把他要回去 對不起 前面那些全部都沒賺 是不是 對不對 這種賭博你會願不願賭 如果說 我們在一般 如果說到 把信用裡面去賭的時候 這種賭法也願不願賭 你每次都要跟莊家 就是把所有的錢 你賺到錢就疊上去 賺到錢就疊上去 賺到錢就疊上去 對不對 你遲早會被要回去 我們不會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好像很多的建設 在做這個事情 第二個來講話 我們剛剛講到200年洪水平率 200年 是不是 有跟老天爺商量過嗎 對不對 遊戲規則是誰訂的 是不是 200年很了不起嗎 對不對 不會就是 喝奶兩個月的小孩而已 是不是 第三個 可以隨時改規則 我們現在 老天爺改的規則叫什麼 全球氣候變遷 對 現在說 為什麼我這次會輸 原因是因為老天爺通常改規則 誰跟你講說他不能改規則 是不是 一句 全球氣候變遷 所以這些提法 這些錢全部都白花 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事情嗎 很奇怪 是不是 賭注的差異性 就像剛才講的 對不對 你是賭身家 老天爺是什麼 對不起 對不對 我有幾千年幾萬年等著你 是不是 你怎麼會有 這麼差的 這麼落差 就我今天來講的話 我想要 用我自己個人的錢 要把那整個賭場 全部贏回來 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到底是哪來的信心 要做這樣的事情 這是我的一個結語 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我們做很多的思考來講的話 至少我不要做會後悔的事情 但是我更不要做不能後悔的事情 我今天我做錯了一件事情 我其實我還 比如說 比如說我做了一個橋 我做錯我可以把它拆掉 但是我今天我做的不是一個橋 我做的是一個核電橋 對不對 你說我 對不起 輔導事件 我後悔了 對不起 這一條 我不讓你後悔 你沒有後悔的機會 第二個 我害怕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 但是我更害怕我一點問題都不知道 災難總是出現在遺忘它的時候 那之前有講說 那個 美國人經過921事件以後 造成他們心理的創傷的時間 大概有多久 4年 就是說會影響到我的那種 這種很大的陰影 那有人去研究 台灣發生921以後 會影響 就 我想不是受災物 就是一般的民眾 心理面能讓創傷有多久 4個月 那我只能說 台灣 因為我們 颱風多 地震多 我們隨時都在這種容易變遷的環境裡面 所以我們好像要對這種事情來講的話 我們的忍受力好像是比較淺 對不對 但是相對來講的話 你不要忘記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什麼東西最危險 不知道危險最危險 不知道危險最危險 很多的事情 我會考取 所以 所以 有本書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叫做馬路學 它裡面就是 有點大開玩笑 但是它裡面也是真實的一件事情 他說 請問一下 汽車安全設施 最好的一個設施是什麼 很多人會講安全 大家會講安全氣狼 什麼什麼東西 對不對 他們就是在討論 但是後來他們調查發現 大部分的車禍發生的原因 是因為精神不集中 也就是說 那種 就是 不管是精神不計 等等之類的 這種 可以避免 精神狀況不好的這種狀況 造成的這種車禍是最多的 而且他們都是影響最大的 所以應該要去避免的是 怎麼樣讓人家精神可以集中 是不是 所以他們認為 最好的措施 有寫在書上 最好的設施 是在你的方向盤上面 放一把匕首 放一把刀 對不對 你絕對睡不著覺 絕對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全神關注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你不要說沒有道理 是不是有道理 所以有很多的觀念來講 就是走到了現代 我們其實我們不要被過去的那種可救 以前這麼做 我們就是這麼做 以前這樣子會達到效果 未必以後會達到效果 我們實在一直不斷檢討 我們應該要一直不斷檢討 改進 檢討改進 而不是聽了一個權威 或聽了一個 長期以來 我告訴你說 我的經驗 其實真的人的經驗 一點都不是很重要 尤其對於大致來來說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沒有問題 沒有問 請說 嗯 就是 我有兩點少討論 第一個是 因為我是學水利的 就是 關於那個200年頻率 其實是指 一年有 兩百分之一發生的機會 所以其實這樣子 換算過來 好像說 200年是一個人 就是 好像我們這輩子都不會遇到 可是其實 因為 對 氣候變形 然後加上來 因為 我們過去 氣象或水溫 觀測的資料 其實沒辦法收集到那麼長 可能日期期待之後才會有的 所以 當然 數據有限 那你做出來的統計 那如果說 再加上來一些 極端的東西 那就是 搞到 好像每年都會發生 對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我想要 剛剛有一個 挑過的 那我先講一下 因為 大部分人都不是學水利的 所以 大家能夠比較 理會的發思議談這些事情 但是不管怎麼樣來講的話 就是說 這種推估其實都是用外插吧 好 就是 等於說 我用短的經驗 去推 會長的一個 預測 就對了 是用一些趨勢來推 那我們都可以知道 就是說 外插其實是 比較 就是說 風險是比較大的 那 第二個部分來講 就像剛才講到 就是說 其實 會變成 我們常常講取樣 取樣來講的話 就是說 即使 比如說 從日治時代到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就算一百年好了 一百年 即使你一百年的採樣 其實 也不是很了不起 就對於一個河川的整個的發展來講 這是 就是 就是 我常常講說 有那個時間幾度算沒起來 那另外 其家關係的那一部分來講 來來來來 好 我應該把那一張調出來 其家關係的故事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 以前 其家關係不是 就有種高冷蔬菜嗎 對不對 那我為了要種高冷蔬菜 所以 我要保障這些農地 所以呢 我現在就是要把 這個 這個 要做一些 所謂的這種 穩定河流的一些設施 戶岸等等 之類的 把它做出來 那做完了以後 那時候 不會想到 國寶魚 那國寶魚 它有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說 它是 其實 為什麼 國寶魚它會 這麼的 影響那麼大的 原因是因為 它被衝到下面去了以後 回頭 碰到壩來講 它上不去 很多台灣的魚 上不去就上不去嘛 有什麼了不起的 對不對 但是因為它是 就冰河時期 遺留下來的這些物種 所以呢 它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它要在很冷的地方 水溫要低的地方 它才有辦法活得下去 它如果在水溫比較高的地方 它會縱暑 簡單來就是這樣子 熱衰竭 衝到下面去下面 溫度比較高 所以它們就 上不去 它們就活不下去 大概是這樣子 那當初的算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變成就是說 我以前我疏忽 不是疏忽 就是以前來講 也不見得很在乎 郭寶魚算什麼 一直多少錢 是不是 好 但是我為了保障 這樣的一個利益 對不對 所以我做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做這樣的事情來講 然後接下來 這個 這個 後來發現 對啊 這個櫻花鳳桂也是 郭寶魚 對不對 所以我每年我就要去 富裕它 要去保護它 那我每年投入的錢 是不斷的累加 那這種錢來講的話 有時候開玩笑 叫永續工程 永遠都做不完 那就一支累加 那照目前為止來講的話 去談 國寶魚 每一支造價 已經是上百萬 造價 就是你要把自己 要把它養出來 這樣上百萬 而且還不斷的累加下去 所以我在想說 那這是符合經濟效益 會產生這個問題 是因為 我在這邊 只要凸顯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 當生態跟資金 產生衝突的時候 怎麼去解決 站在比較高位去解決 用比較長的尺度 然後不用寬的空間 去探討這件事情 你就會發現 它是划算還是不划算 像這裡面來講 你只看短期上面的 我做這個工程 我保障的濃度是多少 所以我的好處是多少 對不對 那時候的換算是這樣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但是我現在 我現在不是用這樣的看法 而是因為 我也要去投入這種 生態保育的職責經費 那如果算下去 可能就不好算 我們常常做很多這種 很悶的事情 最近台大要打開劉鳳俊 對不對 是不是 台大要打開劉鳳俊 是不是 台大要打開劉鳳俊 因為他有很多 很重要的歷史 人文的 這樣一個淵源 那 你要把它打開 以前 很簡單 加帶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要把它打開 要付出慘痛代價 是不是 鍾永和 鍾永和 鍾永和來講的話 人口 人口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區域 是不是 好難找到幾棵樹 唯一一個公園 就是四號公園 四號公園 但另外其他號呢 大家聽懂我意思嗎 他原來有七個公園 七號公園 結果有的拿去做學校 有的拿去做建築物 等他全部都漏完以後 剩下四號公園 然後說鍾永和沒有綠地 所以我們現在要找綠地 結果找到哪邊去 找到瓦窯溝 那個水也不乾淨 對不對 那旁邊有一點綠地 對不對 然後但是旁邊來講話 也都 都是 算是也是四有地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樣 你要徵收要花天價 那以前那麼好的地 結果你便宜的送出去 對不對 那你現在又要用更高的代價 把它買回來 這符合經濟效應嗎 好像也不符合經濟效應 也回到剛剛講到的水岸第一排 其實我對水岸第一排是一支很有意見 簡單來講 我覺得像我的印象是舊金山 舊金山他們的都市計畫裡面有個規定 它叫做錢不是擋住 意思是怎麼樣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它接近水岸的第一排的房子是低的 為什麼 因為河流好的景觀 是全市民的共同資產 你憑什麼在一邊坐高高的擋住我 看不到這條文 所以我的原則很簡單 你的建築物你不能擋到我 你擋到我的話 那這是我的損失 照理講 從這裡面出來 所有人都應該能夠享受到這個美麗的河川 美麗的風景 你憑什麼擋到我 所以水岸第一排 照理講應該要 我認為 如果河川是公共的資產 你不應該坐得高高的 然後呢 變成豪宅 豪宅的意思又怎麼樣 他平常可以享受這樣的環境的人 又是越少 對不對 因為就是更少數幾個人 而且這些人來講的話 通常也不太會欣賞 因為他們通常都很晚 喝醉醺醺醺的回家 是不是 他也很難去欣賞這個風景 所以欣賞到最後可能都是很多的 對不對 外勞 對不對 他們坐豪宅平常的人在 就是只有我跟狗 是不是 那 那 不管怎麼樣 你不應該 這麼一個公共資產 你變成是私有化 對不對 我甚至來講的話 你變成 就是說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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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你說它符合經濟嗎 你想想看 一個地 長出來房子 就是長出來房子 它其實 沒有什麼經濟可以啊 對不對 它長出稻子啊 還有一些經濟可憐 我至少我還可以吃它 對不對 真的 你長出房子請問一下 房子 對 房價很高 但是房價很高 然後呢 下個人買的 你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所以 我覺得 我不曉得以前常常講說 孫中山講說 帳架歸功 我不知道帳架歸功 歸到哪裡去了 但是有道理的事情 但是好像 沒有在做 對不對 土地 藏將 土地藏將 土地藏將來 有請問 我現在有很多小朋友 我就覺得 好可憐 現在要當農夫 好辛苦 以前說 你這個人沒有工作 你就去當農夫 對不對 現在要去當農夫 對不起 沒有地 對不對 去買地 現在農地多貴啊 是不是 買都買不起 是不是 好 再來沒有技術 沒有地沒有技術 我覺得現在要當農夫 都比起來還難 是不是 但是大家想想看 我們的糧食自給率 有沒有糧食自給率 對不對 收藏維持四成 上次好像看了 在全國區域計畫裡面的那個 那個 那個調查來講 就全台灣的農地 現在可以用的農地 就四成 更何況 有些農地 它已經變成是 不是長稻子 是長房子的那種農舍 對不對 我們 對不對 我講難一點點 我手機我可以不用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能一天不吃飯 是不是 所以那種趨勢都已經開始導向 就是說 欸 農業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 它是維持生命 維持一個運作的一個基礎 方向 全世界方向都在這邊走 欸 我們其實還在做變更 我覺得實在是 我就覺得說 這個 這個已經不是怎麼樣 這是已經不符合時代潮流 我常常覺得很遺憾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的 這種 這種 就是說 眼光是這麼的短淺 那我覺得說 至少工部門來講的話 應該真的要有更宏大的眼光 而且一定要跟現在世界的橋流去接軌 那這樣的話其實才有那個動力一直往前 我不是說以前的東西是錯的 以前有很多事情是有過去的歷史的淵源 但是不應該說以前的事情 我現在我就一直做下去 沒有時代在進步 有很多事情來講的話 我無意批判任何的人 但是我認為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這好像也是華人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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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習慣 我覺得一個很不好的習慣 我們很怕 批評別人 也很怕批評自己 所以呢 我們常常做很多事情 我們就遮掩遮掩 甚至遮掩到最後是自己騙自己 就是假裝這樣子是有效的 但是這樣走下去來講的話 其實對大家都不是進步 像我最喜歡舉那個魚梯的例子 就是做壩以後 就給那個魚來種 那個魚梯 那魚梯 當然說日本的魚梯做得不錯 所以之前好像有一些學者 到日本去參訪 那帶回來的訊息說 那日本魚梯大師已經過世了 就跟他們講說 這個台灣 日本那時候 也很多年前 有一萬多座的魚梯 但是有五千多座是失敗的 聽起來我們就很熱了 對不對 你說日本多厲害 對不對 一萬多座又一半是失敗的 對不對 但人家下一句話是說 但是我們經過五千是失敗 我們的魚梯繼續成熟 但是我們台灣呢 台灣就假裝它有效 這種假裝一直不斷出現 出現最徹底的就是我們的無障礙空間 對不對 無障礙空間 我上次開玩笑 無障礙空間 做二樓到三樓的無障礙空間 一樓到三樓 大家懂得我的意思嗎 我的設計 我說天啊 你做二樓到三樓 當我的工作伴走一個是二樓到三樓 是不是 可以這樣子玩法嗎 但是你看我們就是這樣子玩的 是不是 二樓到三樓 一樓不是我的工作 所以這種習慣 其實我覺得是不太 就是說 不斷的檢討 其實才是進步的更遠 所以其實我很支持 就是說很多事情 不要用怪罪的方式 就是說你做錯了你 等等之類的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花很多時間 重新檢討 這樣子做 在以前是有你的道理在 但是現在還是適用的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用新的手法 新的觀念去做這件事情 一下子就開始 大家就要爭論 你就是指責你 你就是錯的 然後別人也說 你說我錯 我就更活到 所以我也不管 我是不是有做錯 但是我又被你騙到底 好 這樣的一個分析 我覺得好像都是一種不斷的內套 我覺得有點可惜 他有沒有問題 他有問題 可是你覺得台灣迷猴很難 台灣迷猴怎麼辦 沒有辦法 好 這樣子講 這分成兩個部分去談這件事情 就以動物上面的立場上面來說 你說台灣迷猴試虐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要有個問號 這個問號來講的話就是說 其實也可能這以前本來就是台灣迷猴的天下 是不是 是我侵入他的領域 對不對 然後我把你趕走 然後呢 說你在找我麻煩 我們講一個道理在 就是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當然 解決這件事情是很困難的這件事情 要不然他就不會是一個那麼大的議題 很多事情我剛才講 有些事情你後悔 是不會讓你後悔的 不會讓你有機會後悔的 另外一個從 比較 全謀上面去談這件事情來講好了 全世界沒有人敢對領長類做這種事情 因為猴子就像人一樣 也許有一些國家 有一些地方來講的話 他們抓猴子 獵猴子 但是也都是不敢明目張膽 總是這個是 假南地點 就是認知人在他們模糊邊緣 這樣子就是說 這種領長類 是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台灣可能真的是第一個 對不對 那會不會影響到 你說因為猴子影響了果園等等之類的 那他有沒有可能引發另外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嗎 我們 保育類 野生動物化怎麼來的 很簡單就是賠利事件 對不對 犀牛角 你不會想到一個犀牛角 就會把我們台灣的經濟 倒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國際制裁你說 萬一發生來講的話 那其實是猴子一件事情 所能夠民主的 對不對 所以我講經濟上面來講 對不對 我今天很厚 對不對 我制裁了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這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有些事情 還是要拉到比較高的植物裡面去談 有沒有一些補貼 有沒有一些補救啊等等 等等措施 而不是說我今天 我 我就講 你關在一個很小區裡面 我 假裝解決了問題 好 這我可以殺猴子 這兩個 好可以殺猴子 請問就解決問題了嗎 未必 簡單來講的話 猴子也很衛生 是不是 你真的殺了他就 就解決問題了嗎 是不是 好那會不會造成另外一個 更大的問題 就比如說下次 制裁這件事情 那當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怎麼辦 所以有很多事情來講 就是說 關在很小的格救裡面 去提出的解決對策 這個 不應該是那麼高的位置裡面 去做出來的這種決定 他應該是 就是 你更高位置來講的話 應該更全面來看這件事情 不要說 他只是猴子危害事情 他應該還要跟一些 什麼國際的一些 相關的法令啊等等之類 你要一起去去談這件事情 你要問我說我沒有解 我跟你講我沒有解 我沒有解 但是 照理講的話 我的會比較看法來講的話 就是說 應該是要更擴大裡面去談 而不要那麼吵算 就是說 好那就這麼做 因為 個人的智慧其實 真的沒什麼了不起啊 沒有那麼多的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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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懂那麼多的事情 沒有這樣子 我就覺得 人就是 隨時要承認自己錯誤 對不對 我會錯 他也會錯 沒有說我今天 我講的就是對的 沒有 我今天講的東西 隔了十年 我歡迎很多人可以推翻我 因為當你推翻一件事情 代表怎麼樣 有更好的未來 你為什麼不讓人家推翻你的決定 我覺得 堅持決定 沒有那麼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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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有來一下 2004年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同仁到福山植物園 那我發現台灣明虹非常多 後來我們之後就到七蘭山莊 那我記得那天下午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蹦出一句說 喔 台灣明虹實在太多了 可是我們那個理事長 他就冷冷地回了一句 台灣人不多嗎 這個邏輯就是說 其實這個本來可能是 台灣明虹他的棲息環境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人太多 侵略了他的棲息環境 那我們反過來想菩薩他 我想這個邏輯跟你想像的 應該是一樣的 那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我那個年代念國中小學的時候 是蔣經國在發展所謂的十大建設 那我記得課本有一句話 十大建設他大概幾乎 絕大部分是交通建設 所以那裡有一句 課本有一句話 教育的思維叫做 交通建設為經濟發展之母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念過這一句話 交通建設為經濟發展之母 那我想經過時空的轉變 不能說過去那樣的思維是錯誤的 可是台灣的道路面積發展到今天 恐怕也找不到土地可以再繼續開入了 那就是剛剛黃老師講的 很多觀念要與時俱進的改變 那不是說過去是錯誤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今天得到 從雲坡這邊得到很多與時俱進的一些理念 觀念 那最後我還是要廣告一下 就是我們小米共食廚房 它是支持小農的一個平台 那希望有機會 大家如果很陽路的話 都來捧場 再來我們後面有一些書籍 如果大家看喜歡的話 你就隨喜捐 那就把他帶走 那等一下下樓梯的時候 小心一點 下個禮拜呢 我們邀請了中央大選的一個 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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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詞楊教授 他要講 北方攬車面面觀 那歡迎下個禮拜三 同樣七點在這個場地 希望大家也來聽講 謝謝 晚安 謝謝 謝謝